咱们正式步入的途年 祝大家今年都能发大台 刷点别的 刷视频刷那种韩国女团里面有什么成员说 Chinese New Year 然后被韩网友都给喷了 还有那社会各界人士 包括海外留学生的努力 当于博物馆把那个推文给删了这些新闻 大家都已经看了吧 还有那视频是 在韩国的那些怎么华人 拍摄韩国本地的新年味道 那可以说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既没有登录也没有鞭炮 感觉就跟平常的日子差不多 甚至圣诞节的那些布置都没撤下来 总结一下就是 在韩国中国春节的味道 还没有他们那儿遗留下来的圣诞节的味道重呢 很多人就好奇了 这家伙韩国女团还在外面说一个中国新年 就能遭那么多人喷 那他们本土也没什么过年气氛呢 这东西跟过不过年无所谓 这玩意就是人的素质的问题 喷这个不论是嘴瓢的秃了 反正要说错话的韩国女团成员也好 还是他真心想说中国新年这个女团这个成员 喷他的人 他只是想喷 这东西就跟咱们这里边的 这门侠网络喷子们是一样的性质 你说他尊重传统文化吗 他想发扬传统文化吗 他热爱传统文化吗 他都不热爱 他只热爱什么呢 他只想找个东西嘛 所以啊 这个在棒子国那块 现在他们在传承在偷窃和在杜传的他们自己门话的那一票人 跟咱们这边的进门侠们是一样性质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懂 他们只会瞎编乱造 自嗨自大 所以说啊 我们面对的所谓的敌人就是这么样一票人 棒子国那边所谓的教授 也就是咱们这边所谓的专家 你就说我们的敌人是这样的人 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把这些咖喷咪们放在眼里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发现广大 让世界更多人能看见我们自己是怎么听着我们的文化的 然后好好的身移 积极的身移 让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在后续的日子里都刻上我们自己国家的烙印 你就说他们还能炸过啥 对了 还有一点 我们要积极宣扬他们的文化 什么短赤谷礼 陆大雄婆子的赤谷礼 都给他宣传出 优理更新这么多半岛历史的视频 不就为他宣传他们的文化吗 虽然更新平地国打旗 但咱也贡献了一点点力量 后续也剩下没几集了 就更新到现在大韩邦国这个时候了 咱们这个期间 尤其是王氏高黎要结束的时候 切换到李氏朝鲜 再到大邦帝国 然后再到大邦民国这时候 最爽的历史就是在这段期间 各种荒唐事 八卦事 贼有意思的事 那不少 今年 今年开始 是咱们的文化发扬年 文化宣传年 文化辉煌年 我们要面对的所谓的敌人 一个就是喜欢偷我们东西的人 另外一个是在这儿 抠键盘那些啥也不是的人 但是这两种人 我们根本不需要把他们放在前里 因为他们就是咔了咪 在外面偷我们东西的人 是那种在辈子吃不上四个菜的人 就算吃上四个菜 三道菜里全是咸菜 一道大饼饭 那在家里抠键盘的那些人 是那种即便吃上四个菜 他还不知道感谢自己家老祖宗给他凑权这四个菜的人 这两种人都不需要尊重 这两种人也掀不起什么波格浪 宣传传统文化 宣传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只需要自信就够了 那帮人在扯七扯八的 不要影响你 那帮人拿出一些自己杜传的历史 不要再骗你 当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怼他的时候 看看优理的半岛视频 拿出他们的传统德性去告诉他们 这才是你们传统文化 这才是你们传统人性 啥也不是